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财经热点》 我是叶晚峰 今天是香港时间12月28日星期三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中共近期宣布防疫大解封 27日晚有发布公告 将在明年1月8日恢复办理旅游签证 令不少中国民众再度燃起了润的想法 不过这样也引发国外网友担忧 疫情会在国外传播 有分析认为国际社会正严阵以待 防范来自中国的病毒传播 物资抢救潮入侵当地 在中国的疫情井喷色爆发后 中国移民局27日晚发布公告 将在明年1月8日恢复办理旅游签证 包括恢复签法中国出入境通行证 恢复签法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等等 意味着中国人出境旅游即将解禁 从微信指数趋势图可以看到 本年度移民的搜寻次数 在6月28日达到最高峰 单日搜寻次数超过1.2亿次 此后又有两次高峰 分别为12月6日的1.1671万次 以及27日的1.1073万次 26日的微信搜寻移民的指数 暴涨了400% 中国大型旅游网站 葵程旅行网Ctrip数据显示 昨晚官方宣布半个小时后 热满海外目的地的搜寻数量暴增了10倍 在大量中国民众纷纷欢呼 终于能出国之时 却引发国外网友的担心 一份对话截图显示 一名大陆网友说 我打算将国内的毒株带出去 对于中共宣布恢复办理旅游签证 有国外网友说 又开始新一轮投毒 韩人呀 中国疫情不明 没有确切的数据 又要像以前武汉一样到处传播了 各国应立即封闭海关 防止传染病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广座教授高本欣 Bank Colling日前指出 中国的病毒传播速度 超过在疫情期间任何地方的传播速度 他预计中国一半的人口 将在不久之后被感染 疫情爆发前 中国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市场 2019年中国海外旅游支出 达到1275亿美元 虽然中国游客为各国带来了大量收入 但目前多国的出入境管理部门 都加强了防范 收紧了中国旅客的入境限制 日本、意大利、韩国、印度等国都已经宣布 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时 必须提供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中国金融学者施令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 面对中国的新冠疫情爆发下突然放宽防疫 中国游客排山倒海地涌入全球各地 国际社会正严阵以待 以防范来自中国的病毒传播 物资抢救潮入侵当地 不过业界人士分析 中国的出境旅游人数不会立刻激增 总部设在北京的研究机构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的刘思敏指出 2024年之前 出境旅游不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 影响很多人旅游计划的 是当前席卷中国的感染浪潮 另外疫情期间 很多人失业或收入减少 令他们恢复信心 需要多一些时间 12月27日 中共官方宣称 26日全国只有一例死亡病例 在四川 这个说法引发中国网民的嘲笑 27日 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通报称 26日新增死亡病例一例 为本土病例 在四川 这个消息27日登上大陆微博热首榜 网民说 不要太搞笑了 几多死亡病例 心中不通无数吗? 真是好笑 这种假新闻有什么意思呢? 真是将大家当傻仔? 焚化炉听了都摇摇头 另有网民直指死亡不止一例 每间医院每日都不止一例 都不用去火葬场了 去看看小区门口都是灵棚 四川三线城市也要找关系才能火化 网民谴责说 中共疫控中心发布的数据 都是在误导民众 同一日 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 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曼联称 地方上没有出现大面积重症死亡 大陆网民痛斥梁曼联的说法是在散方 有视频显示 某地一间殡仪馆的接待柜台上 贴出提醒 本人承诺 誓者非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去世 若有隐瞒 怨负一切责任 有网民质疑 当局此举是为了门引疫情死亡人数 民众看到的是 中共官媒或一些机构 持续不断地发布库民 库民涉及的人员有各界名人 专家和官员等 另一方面 中国多地的殡仪馆出现大排长龙 和超时工作 有上海居民披露 因殡仪馆停止接收遗体 有死者尸体在家中各自多日 他们的困境惨不引导 上海商人 房女士和自由亚洲电台说 火葬场来不及处理尸体 导致新冠病者家属将尸体存放在家中 他说最可怕的事情还不是死人 最可怕的是大量尸体放在家中 六日七日都有 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善采访报导 北京成为疫情重灾区 大量中共退休高官和致命人士中招不治 感染人数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一个日前有消息称 北京民众在阳过后继续重新出门 城市恢复人气 希望智慎记者向当地民众求证发言 北京市民很多都不敢出门 最往的商务区朝阳区 是疫情重灾区街头冷清 据台湾媒体12月27日报道 在12月进入尾声之制 北京已经陆续有阳过转阳康的民众重新出门 城市仿佛恢复了烟火气 北京的各大旅游点 迎来久违的大批游客 北京地铁亦宣布 12月26日起 运输能力恢复到正常水准 报道还说 门坑罗着的名店胡大饭馆恢复了排队人潮 三里屯商圈 很多情侣手牵着手 准备过渡平安夜 北京朝阳区的黄女士 向希望智慎记者表示 不太可能吧 我为什么没听过 杨过转阳康的消息不准确 王女士表示 自己一直都是留在家里不敢出门 她的很多朋友都和她一样也不敢出门 她还表示 目前北京的气温很低 都在零度以下 大家不可能出门宵夜 另外王女士还表示 经常为自己90岁高龄的母亲看病的中医 都停诊了 我们看那位老中医都停诊了 要等到过了一年才开门 我现在是很愁的 要出去买年夜饭也不敢出门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过超市了 一位患有酵喘便的北京市民 王女士則表示 自己已经两个多月没出过门 她了解的情况是 目前大家都不敢出门 而不是好似外界所说的 她说不敢出门 出门也没用 去到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商店也没开 出去做什么呢? 王女士也认为 北京街头恢复烟火气的消息 并不确实 目前反而是因疫情传染 导致重症死亡的消息却很多 现在传染得很厉害 网上见到很多负文 记者问那些是否名人来监 她说是呀 亦无所幸免 年岁大得多 但亦有年轻的 一名住在朝阳区的上班族 向媒体透露 她所居住的社区 这几天已经知道有 两三位老先生、老太太过世 很多中小学已经在11月 就改网上授课 北京市政府日前 亦在疫情记者会坦然 随感染人数增加 医疗机构救治压力持续加大 美国商务部10月初 对大陆推出新一轮晶片出口管制 本月15日 再将36间大陆公司列入黑名单 对大陆晶片业造成严重打击 根据陆媒第一财经报导 在A股上市公司当中 市值超过千亿人民币的晶片公司 只剩下三间 比三个月前的六间又减少了一半 截至12月26日收盘 中芯国际以超过三千亿元人民币市值 排行第一位 其他晶片公司 耿盛夏、紫光国媒 和北方华创市值超过千亿 包括卓胜媒、惠鼎科技、华润媒等 多间市值曾达千亿的晶片创商 股价都腰斩 某晶片上市公司董事长透露 前两年晶片行业发展速度太快 资本太疯狂涌入 如今很多创业公司要证实自己的价值 可能还需要等上一、两年 在美国加强技术出口管制之后 中国供应商无法获得先进的晶片生产设备 据金融时报报道 中国晶片制造商因为无法取得不可替代的美国设备 大部分厂房建设项目都已经终止 南华早报11月亦报道 面对美国出口管制 中国晶片业已经陷入了绝望的边缘 大多数高管预测2023年的情况 将比今年更恶劣 并说他们正准备度过寒冬 金融投资市场动荡 一些美国投资者担忧 明年会陷入更严重的衰退 心存不安 亿万富翁、巴菲特的长期投资伙伴和朋友 王格表示 虽然经济下行 但每个人都比过去好五倍 因此大家应该学会感恩和知足 据CNBC27日报道 98岁的王格说 自己在1930年代成年 当时美国人面临大萧条时代 那时的艰难程度令人难以自信 王格说 虽然经济条件并没有更坏 但大家还是感到不快乐 原因是倒质成了当今太多职场和生活中的驱动因素 最近的研究表明 大约7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粉粉不平 原因是大家施用了过多社交媒体 并且是没有自己看到的 比自己更富裕的人 王格说 好像他这样经历过 没有社交媒体时代的人 对目前的生活质量感到非常满意 他引用哈佛大学心理学家 平克Steven Pinker的调查 指出目前社会上的物资 是过去一两世纪中最富足的 并且大家的预期寿命也在增长 因此大家应该对自己的前景充满信心 减少一些担忧和苦门 王格认为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并不像政客强调那样鲜明 在2019年当时参议员桑德斯和玉伦等一些政要 呼吁对超级富豪争许 王格说 这样的做法大多是出自于对富裕者的妒忌心理 他指出 如果大家继续怀住 杜侄的心态看待一切 看待自己的处境 这样即使环境已经有六倍的好转 他们还是非常不开心 并且感到受虐待 因为还有其他人拥有的 比他自己的更多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